其實我覺得韓國的男女 都滿喜歡穿襪子的 就是喜歡穿一個短襪 就算他鋪腿 但是也會穿一個短襪 配一個球鞋 我覺得襪子已經變成 很像是他們身上 對 必須的 幾乎好像很少人沒有穿襪子 第一個就是比較粉嫩色系的感覺 可是它的粉嫩色 不是那種正粉紅或者是正粉藍 都是很像有點灰灰的 帶有一點灰灰的 對 就是有了年紀的顏色 比較文青的顏色 其實今年就是粉嫩色加一點灰 因為其實有些上班族 他們還是要穿高跟鞋 所以他們就也有出可愛色系的 就是隱形襪 它其實有點就是絲襪那種材質 然後也是有繁華 所以你如果穿高跟鞋 有 後面有那個可可 那很重要 今年就是如果你有找到 這種比較休閒感的材質 但是你就配高跟鞋 就是對比就對了 我們葉婷老師有講 就是一些金聰銀 對 這個很可愛 那個粉紅色或綠色的地方 是我要露出來的嗎 也就是說買這種襪子 是要穿涼鞋嗎 我覺得也穿涼鞋 其實今年是可露可不露 尤其是他們做這種拼接 更鼓勵妳可以露 網襪 網襪就是我現在穿的 妳的意思說 這麼性感的網襪的元素 妳就要穿酷一點的 對 我是假的 網襪如果有時候覺得黑色 有時候會覺得太成熟的話 就是它也有就是短襪 但它也是網襪的感覺 這個就是比較密 春夏 很春夏 然後像這個要配什麼 這麼螢光的網襪 我覺得它有針織 因為針織的好舒服 對 它這是有彈性 最大的流行就是 像我今天穿的 就是一個破褲 然後裡面穿一個 整身的網襪 就是還滿 滿韓系的 滿韓系的 但重點就是上下 真的要就是 不要太女 對…